继续回到比赛来看中场休息过后的双方第五局 这局无一则的长台是 没什么准度啊 没有打进漏球给小特了 非常好的一个上手机会 双方打的进度确实不慢啊 一个半小时打了四局 哎 这一干小特的长台没有打进 我们看一下黑球下方的这颗漏了 难得的一干小特的失误 左边中带也有下 先要中带的这颗 好 稳稳打进这样要到黑球 嗯 黑球直接往下一蹬 左下方底带还有 这个球形不错啊 希望无一则能够拿下来举 至少输得不要太惨是吧 无一则现在已经是有三万英镑入账了 四强三万 亚军六万三千英镑 冠军十四万英镑 嗯 这颗红球推进以后继续来要黑球 黑球打进 吃库弹起来 好 这个角度刚好是黑球右边的这颗打掉 打掉以后顶一下这颗红球 这样黑球的角度就留得很舒服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黑球右上方的这一颗 无一则我们看啊 虽然说他0比4落后 但是他的这个心理素质 包括现在的状态并没有受这个比分的影响 该怎么打 直球 绝对一个一杆制胜的球形 看一下无一则能不能把握住 黑球也是偏直的 这样低杆拉回来 哎 不错啊 右下底还有下 嗯 超价干 这种球超价干更稳一点 之前的比赛也是无一则落后 奋起直追啊 看看今天能不能创造奇迹 干掉小特 黑球考虑一个走两裤 然后上来 一裤的话不太好叫 嗯 两裤转角 然后右边中段 中带打进 调篮球 篮球这个好像没有向下角度啊 你发力绕三裤再下来 嗯 走到这个位置 最右下方的这个教导了 漂亮啊 非常漂亮 这杆打进 再打一套啊 超分了 我认为的终于是顶住压力追回一局 好 这颗打进 还是要篮球就够超分的 这杆叫的有点失位 嗯 稳稳推进 推进的话 这个抄的不多 抄了一杆 领先69 台面67 抄两分 这杆应该是接不上了 六下方抵袋再打一个超薄 薄紧这局就稳了 还是不够薄 那机会留给小特 小特这杆是可以直接上手的 进攻的机会 嗯 打进直接接黑球 这个球形 先吃到四套 然后用最后一颗红球来做斯诺克 推起来 要一个右边中弹 中弹有下球 嗯 好球 继续围着黑球来吃分 力量轻了啊 这样的话 就没有下球了 嗯 中弹没有打进 中弹没有打进 漏了 漏了 无疑则打进这颗红球 这局就保下了 嗯 中弹打进这局锁定胜利 好 这样的话 这局拿下 维则终于是顶住了压力 搬回一局 好球 这个准度保持的依然不错啊 但是黄球应该是没有下球了 火啊 这一杆还能打进 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角度 来一杆青台 伍伊德状态来了 啊 绿球没有打进 没关系啊 不影响这局的结果 4比1 soc后大显了 我们下期待 谢谢 smáая 我跟我们下期待 就 group 则